0823頁的第二段片 剛才說過我們可以逢遇到這些樣子 我們就可以用這個substitution幫我們解決 所以見到這個我們應該可以 讓x作為7sinθ 你的φ在什麼範圍呢? 就在principal values 不過你今次不讓它是0 所以就是負π2到π2 在principal values裡面 所以我們dx 7cosθ 然後用整個substitution dx 然後1減開方筋 49sinθ 然後這裏就是7cosθ dθ 然後-49sinθ 其實就是7cosθ 再約好它 可以這麼多 然後是θ 但θ是很厲害的 答案要透過這個 用θ做主項 那你那個呢 那你那個呢 會是xs over 7 再加c 順帶一提 在這裡 你會說 xs這個物體 你千萬不要看成這個 不要看成這個 次方 二次方 就是這樣寫 符號寫 好像-1次方 這個是什麼來的呢? 這個是1 over s來的 這個同時間 我們改了名字 它叫做cosx 來的 不要和這個混亂 好 這段影片講到這裡